大家好,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去喝喝吃吃 這段影片就是我拍影片的日子 因為之前幾天聽到 有一間新的香港人開的台日式餐廳 所以這一天就有空地和老婆特意去試 這間餐廳的位置就是在白明漢的大學區 也就是我之前28集出過那段影片的 介紹龍珠餐廳的餐廳 它是同一層 也正正在龍珠餐廳的旁邊 現在開始進去 這間餐廳就是在一間轉右直往那間 它的名字叫金巴爹 即是日文的金巴爹 就是加油 右邊這間就是龍珠餐廳 是一間香港人開的茶餐廳 很傳統的味道 味道相當不錯 而且價錢也不算貴 而這次的豬就是這間餐廳 看看它的做法和食味 整條片都是由我老婆開拍攝的 本來一心想著拍攝它的餐牌 它的菜式和價錢大概多少 和大家分享 但因為那個焦距很難拍得清楚 所以就向文老闆借了餐牌 就是它一看到的餐牌 全部都會在片尾那裏 寫出來 那價錢就不算貴 因為我之前去過幾間 那些越南餐廳 吃過什麼 麵粉 牛肉河粉 它便宜很多 也更好吃 所以我來了英國 八、九個月 吃過很多不同的 東南亞食品 我覺得去越南餐廳 看來真的 貴得來真的不好吃 和香港完全不可以相提並論 接著就拍給大家看看 當日我和我太太叫了什麼 而我叫了一個豬腸麵線 那我太太就叫了一個照燒雞飯 因為未來所以拍不到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 這個影片 好了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